大家好 又来到NetChang频道的时间 这一集节目就是NetChang马胆 每个赛马日我都有介绍两个场次 每个场次选择一只马胆和几只配脚给大家参考一下 大家都知道应该是公开公平公正的频道 每次我讲马胆之前都会回顾上次赛事提供的心水 上战两只NetChang马胆第一场追封3.8倍 顺利赢马而回 配脚聪明导弹和架势旗巴都能拖到 调十几倍 单T3同彩大家都中了 幸运地 刚刚顶得着追封 那WIN都立了 所以非常开心 第二只马胆 第五场超劲宝宝 尼尾乐飞到6.4倍 可惜今美期真的处理得不算太好 也是放得比较快 回到来无以为计 落第二 但是上次Patreon独家的NetChang冷脚 第五场妙玲珑10倍 大米高 当晚最强骑手 我可以说是 跑第三 第八场神希丽人 隔夜 还有我说冷脚 那时候二十几倍 最后到6.8倍 轻松野马而回 上次两只NetChang冷脚 招牌真的散得漂亮 大家有兴趣的话 记住一会儿 明天我怎么可以拿到NetChang冷脚 明天星期日 一年一度成事 香港国际赛 即是成事经济 你看到无线新闻 什么新闻都有说 可以说香港成事经济 其中之一 多少外队来 联马斯 马主 的确是成事经济 但是今次NetChang冷脚 我就不说国际赛 因为国际赛 有两场都不用说马胆 说马胆 大家识了一部机 罗曼洞的时代应高升 只剩下另外两场 其实另外两场都挺军事 不如选择两场本地赛事 第一场自选第三场 第三场是马胆 选4号开心宝宝 开心宝宝这场都是实力马 上场是入到直路 被光年80盖住 然后前面那只包装 不知什么鬼 包装猛将 又好像有些问题 迫到他走下去 没得跑过 前那次谷草占义 都在前面放得比较快 二跌望空的走回来 都是跑第三 表现挺出色的 你看前面那只是进步走飞 这场水准一定是好的 快步速回到不远 上次夹一夹 今次的档位 七档我都觉得是挺满意的 光年80盖在他里面 应该不会被他盖住了 自由奔放地走 现在就显示有十倍 明天一定没有十倍 不会十倍的 五倍六倍 最冷都五倍六倍 找他做马胆 有实力的 这些马 开步走 七档 配的选择 都是选择正路马 一号要保 上次好像是留得比较厚一点 和都不轻描淡舍得太 都上到来跑第二 都轻描大醒来跑第二 那这只马都是很弱的 那你怎么都要拖的 第二只就选择 八号标之宇宙 前那一场 全条直路和准辉王 应该是准辉王 我没记错 撑完之后都会赢你的 那这些马 斗心很强 上次升了班 我就觉得 应该对手太强 应该都差一点点吧 结果都追到第四 其实真的表现都挺 一仗比一仗进步 今次有个三档都很弱 第三只配角 选择13号健康快车 今季两场都跑得好 希望蔡瀚这些马可以持续 那就加上去做配角 上一场马马胆 4号开心宝宝 配角选择 1号要保 8号标之宇宙 和13号健康快车 还没说第二个场次之前 就说一下我的付费会员计划 两款 第一种就是WhatsApp发放的 临场分析 临场分析 加上升上的通知图表的计划 第二个就是Patreon赛前的分析计划 代表顾名思义 你临场有空 你才参与临场MotsApp 临场有空 就参与Patreon赛前 临场分析是什么呢 譬如今晚应该都大概有 今晚十一二点应该有 全日的初步首选次选赴选 到明天每场赛事开跑之前 六至八分钟 有最后的首选次选赴选 剧续连动态 场地形势 马布菲素 和我们的投注建议 上次投注建议都真的很醒神 先看看青春力量这场 QPQ拖胜意 勁大威猛 雙影雄加州活力 基本上是中五重彩 和胜意拖了六去跑第四 搭雙影雄加州活力 QPQ就好分了 这场都是中到八板 第八场神禧礼人 穿冷脚之外 拖QPQ 拖中加勒农区 六百多元Q 超值六百多元Q 如果大家想看这些投注的建议 记住WhatsApp临场分析 大家知道 我除了WhatsApp临场分析之外 还有WhatsApp临场分析 加星水马布通知图表 星水马布通知图表 为什么我经常买星水马布 就是因为大家知道 马会 你买Winpay 自动抽起17.5% 虚水的 如何在长期Winpay 虚水当中 可以战胜马会 就是要买星水 星水马布 所以我非常着重 上次赛事又中星水马布 你知道我得2.6倍 太阳泳士6.3倍 二川一Win 你会收16.38倍 孖宝派38.45倍 星水百分之135% 不是星水百分之35 是百分之135% 你买二川一Win 十元条收164元 你买马布10元 收384.50倍 Touchwood 如果太阳勇士跑第二 你也有个安慰掌收 而二川一 第二关你跑第二 收0元 所以星水马布非常重要 所以如果大家对这些有兴趣 临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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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赛前的Patreon 非常适合你 超能力会员 純支持 足球股票 股票 免责声明 和近来足球 让球盘都非常顺利 有兴趣足球的 超能力会员 就是底中之底 如有冷却独家 什么冷却 刚才说的 妙玲珑 神希丽人 就是Patreon 独家 超能力会员 純支持 足球股票 股票免责声明 如有冷却独家 分享 所有场次 所有马匹的计码分析 都会放上Patreon 极力会员 平时有看我 Netchern谈赛马那边的 直播计码 都知道分析是非常具有参考价值的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第二个场次 选择第十场 第十场的马胆 选择10号 包装天章 上次 上次 星跑了那场 是落星杯 我自己有点怀疑 是否够跑 结果 都跑得不错 包装天章 而且他是配着希威森 希威森而已 不是很厉害的 骑士 我越看越觉得他 真的不算太厉害的 不是很硬正的 那他上次都跟得比较前 都部速都快 回到来都不断 还是顶到第二 我觉得是挺好的赛 这次加了三分 实际是加一分 因为上次亏了两磅 上次他用了85分来跑 他115磅是85分的分数 所以上次只是加了一分 加一分 换了莫雷拉 怎样都比希威森 十当 不算太好 但我觉得没问题 对手还未算是很强 就找他做马胆了 配角选择 选择四个 第一个选择四号 非英傲场 都是实而不坏 你少看他 他每次都捱着 这次十四档都是冷 拖拖拖 第二个配角选择 我应该选择九号 竞进辉煌 上次落星杯表现麻麻 但是前一场跑第五都算是可以的 上一场不是落星杯 前一场才是落星杯 上一场跑的麻麻 前一场落星杯也可以 今次缩回来千死 看看会不会有好表现呢 第三个配角选择11号升龙区 哇 哇 冲冲再出 上次 黎迪和扣女同场和顺 穿完 加个礼拜又出 有个二档好跑的 状态这么fit 先拖住 第四个配角选择13号 海明神区 哇 这只巴西马也是夸张 落地不久 就试了一货杂 就拿出来跑 但是那货杂是有走势 背着个贝资人 实鲜的 这些新骑士实鲜 实鲜 实鲜 拖去做一只冷脚 所以一场马马胆 10号包装天象 配角选择 4号飞鹰奥场 9号径进辉煌 11号升龙区 13号海明神区 希望大家喜欢我的影片 和我的分析 如果喜欢的话 给个like和赞我 和分享影片 给朋友看看 去宣传我的频道 如果大家对我以上分析 还没见 都在下面留言 如果大家想简单支持我 都在YouTube影片 下面留言 留句谢谢 我都相当高兴 大家留多一点 我回复多一点 YouTube就会知道 我一个非常欧洲的频道 它就会分拌了一些影片 给更多YouTube网络看 更多YouTube网络看 只能令到view数上升 全能令到微博广 广告收入 再增加了一点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那到最后 希望大家来到我YouTube频道 Netchan谈赛码 主要做直播节目 例如即从足球投注分析 直播计马吹水 海洋马直播等等 还有你现在看的Netchan频道 两个频道都按订阅 按钟仔 按全部 感定在我所有的新片 你也有个通知 或是通知 第一次人知道 多谢你们支持 下集再见 拜拜 拜拜